一 男女种相 静观一切凡夫 都是由于自心计父母的情欲而投生 这是种子不济 入胎时 由父母精血合合而受孕 这是受生不济 入胎时 在母亲福中生障之下 熟障之上 这是居处不济 在胎中 全靠母亲的血液供给营养 这是所食不济 住胎十月期满 由铲门生出 这是出生不济 人体内有全身的血液 各种胀气 各种消化物 分泌物 排泄物 酒窍 常向外排除废弃物 这是周身不济 2.女根构下 大威德陀罗尼经中 佛对阿难说 女人体内有五个蛆虫蛆 而男子没有 这五个蛆虫蛆 位于阴道中 每一蛆虫有八十只蛆 虫的两头有嘴 像针头一样 这些蛆虫 常禽扰女人 不断地叮咬 使她们感到心神不安 并有很强的欲求 3.女符构下 禅密药经说 如果修行者的预念 无法克制 日夜意念不止 就要像救火一样 立即加以对治 对治的方法 是先观察女人体内的指杖 指杖在身杖之下 有九十九成模 如死猪包 里面盛满了农叶 其形状像马长 上缘下筋 通到铲门 中间有一千九百个 很细的结 如芭蕉叶纹 有八万个护虫 围绕在四周 人饮水时 扩散到四百零四个经脉 这些重合后 就会吐出败弄 七射如穴 里面有一些 微虫爬来爬去 积聚一个月后 向体外排除 所以女人会有月经 四 男趋构下 又说 男子周身 有四百零四个经脉 是从眼部开始扩散 进入肠子 直到圣杖之下 俗杖之上 两边承着 青涩的龙 如野猪的精叶 极为臭恶 到阴杖处 分位三只 如芭蕉叶纹 有一千二百个脉 每一脉中都有蜂虫 极为微细 除了蜂虫 还有金射虫 七数有七万八千 彼此围绕成环状 男子眼中看到女射后 引发心里的欲念 心念一切 心念一动 四百零四个经脉 随之而动 八万个护虫 同时张口 它们的眼里流出 清白色的泪 变成精液 从尿道而出 五 修观成效 何对摄利佛说 如果四众弟子 穿禅馈衣 服禅馈药 想得到的彻底解脱 就该像引用清廉甜美的甘露一样 修行不尽观法 按照前面所说的方法 观想女服中的子杂 以及生殖器官 并观想男子身内的种种微生虫 张口树耳 沉默吐浓 通过缓缓束 呼吸的次数 让自己静下心来 一一观想人体不静之相 就像观察手掌中的纹路一样 做到无论是睁着眼 还是闭着眼 这些不静相都能够在自己眼前 清清楚楚显现出来 这样的不静观法修成后 心里的浴火自然灭出 即使看到天人天女 也会像看到满身窗赖的人一样 观察自身 他身乃至欲界天中的所有众生 都是这样 能服用这剂良药 就能成为大杖 天人之师 不会再被男女爱欲的大河所淹没 当知这样的人 即使还未能处离生死 其身心也相妙静解 如幽波罗花 他们是人中的乡像 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切的龙王 历世 摩西首罗 都不能相比 六 残妖和玉经说 就像囚犯被关押在狱中 四周坚固严密 除了呈厕所的粪孔逃出 再没有别的出路 又像有人中毒 只有粪便才能解救 除此以外 再没有其他的药 明白了这个道理 为了断除碍玉 处理生死 必须专注不懈地 修辞不敬观 四觉观 此观修成后 深知任何人的身体 都包藏污垢 这是在日常境况中 破除贪欲的方便法门 凡夫的淫欲心理 在每一世的轮回中 随着性别的转换 而变迁 前世做女人时 见到男子便心生欢喜 今生是一个男子 又会爱恋女人的身体 若能随时随地 察觉到人体的不敬 他爱之心便无重而起 1.碎起升觉 莫想清晨碎醒后 两眼朦胧 还没来得及喜宿 此时满嘴黏腻 蛇黄堆积 很不干净 当想即使是绝世美女 嘴唇像樱桃一样红润 在刚起床没化妆打扮之前 也是这副样 2.最后升觉 莫想饮酒过度后 体内五脏六腑 不停地翻腾 到了早晨 忽然呕吐 把肚里没有消化的东西 全部吐出 恶犬闻到这股味道 也会摇着尾巴跑到 远远的 当想即使是御女家人 吃饭时细着清餐 吃完饭碑盘狼结的时候 他们肚里的东西也都如此 3.病时升觉 莫想因病卧床时 脸色发黑 行人形容枯搞 或是窗庸溃乱 浓血交流 臭不可寂 当想即使是天资国舍的美女 年轻漂亮 当他们疾病缠身的时候 也是这副样子 4.剑彻升觉 莫想大路上的公厕 奋空里堆积着屎尿 到处爬满了蛆和苍蝇 当想即使有千娇百媚的枝银 每天香汤玉体 龙舍熏身 而当饮食消化之后 排泄除的东西也都如此 9.想关 死关修成后 才了解死后的种种欺颤境况 这是用人生最后死亡的状况 灭除一念的方便法门 人只要想到死后的情形 浴火就会顿时熄灭 化胃清凉 世俗之人听到死变觉不快 以胃不激励 然而千方百计保养 百年之后同样化胃归进 这里所讲述的菩萨九响观 是引领我们脱离生死浦海的 浦海的宽广桥梁 1.心思想 静心观察刚死去不久的人 将只养活 全身冰凉 没有任何知觉 当想 我贪财炼舍的身体 将来死后也必定如此 心中欲望 顿时变得很淡 2.轻于想 静心观察尚未观念的尸体 从死后的第一天到第七天 气色越来越黑 变成青纸色 看着非常可怕 当想 我像鲜花一样 青春雍俊的身体 将来死后也必定如此 心中欲望 顿时变得很淡 3.浓穴想 静心观察 死时开始腐烂 身上的肉化成浓 好像马上就要躺出 体内的肠胃等器官已经溃烂 当想 我风雅潇洒的身体 将来死后也必定如此 心中欲望 顿时变得很淡 4.降之下 静心观察腐烂的身体 尸体 停放已久 里面的黄水不断流出 气味臭不可闻 当想 我肌肤细腻相结的身体 将来死后也必定如此 心中欲望 顿时变得很淡 4.重淡下 静心观察 停放很久的腐蚀 变体长满屈丑 钻来钻去看实者 每个骨节里面都像风潮一样 俊满屈丑 当想 我与爱吕相邪相伴的身体 将来死后也必定如此 心中欲望 顿时变得很淡 6.金禅想 静心观察 尸体腐烂后 皮肉被蛆虫吃尽 至剩下筋太连在骨节上 就像用绳子捆扎的木材 全身骨架连在一起 没有散开 当想 我爱意残眠 偷香窃欲的身体 将来死后也必定如此 心中欲望 顿时变得很淡 7.古善相 静心观察 死尸 今已烂掉 骨节四处分散 不在一个地方 当想 我高贵富有的身体 将来死后也必定如此 心中欲望 顿时变得很淡 8.烧焦响 静心观察 死尸 被火烧过之后 又焦又黑的抽缩在地上 各部位被烧情况 或轻或重 缠不忍懂 当想 我才华盖世的身体 将来死后也必定如此 心中欲望 顿时变得很淡 9.枯骨响 静心观察 墳墓毁坏后 人骨被随处丢弃 日晒雨淋 颜色变白或发黄腐朽 人和动物践踏而过 当想 我年华一时的身体 将来死后也必定如此 心中欲望 顿时变得很淡 10.引经彻发 《涅槃经》说 菩萨应当修习对死亡的观想 观察人的寿命 似乎被无数的怨敌所围绕 念念间在不断减少 却不会有任何增长 犹如山间铺流 片刻不停 犹如精尘落碎 无法常战 如囚犯被押赴刑场 步步进死 如牛羊被人所牵 前往徒斩的地方 轮回观 此观修成后 便会了解六道生死轮回的情形 这是用智慧破除迷雾的方便法门 人死之后 神识脱离躯体 形成中阴身 投生时 神识进入胞胎 中阴身便自然消失 就如黑暗中点亮灯火 灯灭后 重归黑暗 这里列举了轮回中 十七种投生的情景 有智慧的人 应习心观察 有所信 1.人死后升天的情景 正法念处境说 若在人间死去 即将升到天上 会看见气软的白蝶 仿佛要垂落下来 还会看见圆灵 莲花 瓷髓 歌舞嬉笑 闻到种种香气 听到美妙的音乐 亲属们虽然悲伤哭泣 但他由于所修的福业 却一点也听不到 心中没有任何牵挂 因此便升到天上 2.男言福提 死后升到北玉丹岳州的情景 此时的中阴神会 看见细软的瓷叠 由于想得到他 便用手抓着往身边拉 亲属们全都以为他在两手摸空 接着会看见 长满青色莲花的瓷塔 有很多的鹅鸭鸭鸭 他饶有兴致的进入池中细耍 从池中池无来 即看到未来的父母正在行遇 由于颠倒迷惑 便把父亲看成雄鹅 而把母亲看成雌鹅 若将生为男子便看自己是一只雄鹅 对父亲生起沉恼 对母亲生起贪爱 若是生为女人便看自己是一只雌鹅 对父亲生起贪爱 对母亲生起沉恼 南沿佛提死后 生到西取屠尼州的情景 此时的中英生 会看见黄蝶环绕 房屋都变成金色 看自己是一头牛 把父亲看成公牛 把母亲看成雌牛 也由于性别的不同 对父母产生沉恼 他爱两种不同的心理 四 南沿佛提死后 生到东佛婆提州的情景 其人临终时 看到一切都是青色 由于担心垂下的青蝶 坠落 就用手去打 好像害怕的样子 见到男女交合 都看成是马 把男子看成公马 把女子看成瓷马 也由于尘脑 他爱两种心理 须分男女性别 五 北域丹岳洲夏品 升天的情景 临终时 看见美丽的花朵 闻到奇妙的香气 心中贪爱不舍 见到大树便想上去 念头一动便向上升起 直到虚迷山上 于是便见到天上的世界 检许 处处划过庄业 六 北域丹岳洲中 中品升天的情景 临终时看见祠中莲花 有许多蜜蜂围绕 进入莲花后 乘空飞到天上 七 北玉丹岳洲上品升天的情景 临终时见到奇力的殿堂 极为庄严 进入这座殿堂 就成为居住其中的天人 八 北玉丹岳洲升天 还有一种情景 临终时见到整洁的园林 和游玩场所 内心喜悦 不再有任何凡乱 由于心地清静 随即便进入宫殿 见到众多天人 各自在空中飞行游乐 九 西起陀尼洲升天的情景 临终时见到 宽阳宽 宽阔的死水 神识随着水流 飘浮到对岸 看到许多美丽的天女 不禁上前拥抱 这样便升到天上 十 东佛婆提州升天的情景 临终时不再感到饥渴 虽然见到种种饮食 也只是看看并不实用 见到种种快乐的景象 很想前往 于是便升到天上 十三 地狱夜尽 升天的情景 此时若受到狱卒的拷打 一打就会死去 若被投进铁匣 同府中 一放进去就会死去 若被铁鸟 恶受所吃 吃了就会死去 死后不在地狱中重生 随即便在空中见到歌舞笑戏 相逢阵阵吹拂着身体 接着便升到天上 十四 人死后仍生人间的情景 临终时看见大石山 仿佛要从空中坠落在身上 便伸出手去打 又见此山像一张白蝶 登到他的上面 却发现是磁蝶 接着又见到光明 由男女正在交合 若将身为男子 便见自身与母亲交合 认为父亲有所妨碍 若将身为女人 则与此相仿 就在一刹那间 忠因身消失 神时进入胎中 十五 天上命中 仍生天上的情景 天人 临终时身上的各种装饰 不会摔损消失 也没有别的天人 占了他原来的座位 若是从较低的天界 升到较高的天界 临终时会见到 比原来更为美妙 可爱的景象 十六 上戒天命中退生下戒天的情景 临终时所见的园林水辞 都不如重前 同时产生了饥渴和苦恼 心中急切地想满足自己的需要 于是被退生到下戒天中 十七 东佛婆提州 西曲托尼州 彼此互生的情景 临终时看到黑暗的洞窟中 有红色的电光 像帆一样垂下 用手接住帆 顺着他进入窟内 就转变为忠因身 此时或见两牛交合 或见两马交合 于是受生入胎 如前所述不已 此官修成后 便会明了天人福德轻重的原因 这是用天人爱欲 清淡而自我醒醒的方便法门 娑婆世界多么令人惊异 这里的众生 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女士 从天上的神仙 下到 跳蚤 狮子 凡是有形体 有神识的众生 无一不被 夜海波涛所席卷 但是各自的染灼程度 还是有着天渊之比 辅报越重 爱欲 就越淡然 罪孽越重 爱欲就越强烈 请看聚在一起 焦合的狗群 贪心何等强烈 一只腥骚的母狗 公狗们爱之入骨 强壮的公狗 趴在他的肩上 瘦热的 则围在他的周围 欲望得到满足的公狗 洋洋自得 托着舌头 垂下两只耳朵 全然不值羞耻 这时有狠心人 轮起大棍 猛击他的后背 这段恩爱 就会顿时魂飞魄散 在天人的眼中 人世间对爱欲的贪着 与此并没有什么两样 远朝天界之处 是威德广大的佛陀 在一切世出世间 尊贵无比 1. 四天盲天 刀利天 楼探《正法经》说 四汤盲天 刀利天的天人行御之时 男女形体骄和 与人间相同 但不屑敬 2. 夜魔天 在夜魔天上 男女相悦时 彼此相互拥抱 或者拉着手就满足了 3. 兜率托天 在兜率托天 彼此笑语交谈 就已满足 不再需要相互拥抱 4. 化乐天 在化乐天中 彼此对视就已满 不需要再用语言交流 5. 他化自在天 在他化天中 只需听到对方的声音 或者闻到身上的香气就已满 不需要再心眼见大 5. 因缘管 此观修成后 即可洞袭过去 现占未来三世烦恼的实质 这是探寻爱欲根源的方便法案 6. 众生惧怕苦果的到来 菩萨者努力断除恶因 恶因既已断尽 苦果自然不会产生 例如 微猛的狮子射向他的飞剑掠过胸前 就会迅猛向射箭处去 刺下搜寻猎手 把他捕获吃掉 同行的猎人各个逃得无影无中 狗若遭到击打 却只会对着棒子吠叫 狮子的鸡颈与狗的鱼存 两者大向静体 比如要使锅中的水不再滚沸 须撤去锅底的柴火 以刺构成生死轮回的十二音乐 最根本的即是吴明 请各位静心加福而坐 听讲法华经的妙仪 法华经说 吴明指过去世中 由于种种烦恼熏染 致使内心语痴暗顿 失去了正确的观察判断力 吴明指引发 升起 行指过去世中所有 身口意等一切身心活动 统称谓业 这句话连起来解释时说 过去世中由于心念受到无明的禽扰 所以照下了种种导致轮回的夜行 行 原始 时 指此事入胎时 由于生起虚妄的欲念 因而脱身母胎 时 原明舍 明舍脱身母胎后 身心渐渐发育成形 明舍 原六入 胎儿的眼 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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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根渐渐发育成形 出生后必然射入 舍 声 香 胃 处 法等六臣境界 故称为六部 六入 原处 处 指出胎后至三四岁时 对于六臣境界 虽有种种感觉 但还不能清楚地分辨了解 因此 仅称为处 处 原寿 寿 指五六岁至十二三岁阶段 对于内外境界的感受力 逐步增强 以能清楚地分辨了解 受 原爱 爱 指十四五岁至十八九岁时 渐渐贪着种种声色境界 开始支撑 他爱之心 爱 原曲 曲 指二十岁以后 对自己喜爱的境界 与事物的贪求占有欲望 变得很强 为此而四处分布 想方设法得到 取原有 有 直导致生死轮回的 有漏夜阴的存在 处是既然贪着种种善恶境界 照下轮回的苦言 未来世中 必然产生欲界 射界 无射界的苦谷 有 原生 生 指未来世 仍将以射 受 想 行 食 五蕴 合合之身 根据各自的业缘 而分别偷生于 天 人 阿修罗 恶鬼 出生 地狱六道之中 生 原老死忧悲苦恼 老死 只在未来世出生后 已就会逐渐衰老死亡 无明命 则行命 行命 则食命 食命 则明舍命 明舍命 则六入命 六入命 则处命 处命 则寿命 受命 则爱灭 爱灭 则取灭 取灭 则有灭 有灭 则生灭 生灭 则老死 悠悲苦恼 灭 解脱关 此关修成后 必然会灭出往昔的罪业 临终时莲花化生 往生净土 这是截断生死轮回铺流 安利于菩提彼岸的方便法门 修行的目的不是别的 就是要超越 痴迷无常 轮回不已的苦难世间 除离世间的法门 虽有多种 以求生西方净土 最为简便和圆满 这里所阐释的观想方法 一字一句都以大乘经典位聚 以此方法修行 并能上瓶网生西方莲花中 花开剑薄 顿正不生 戒淫的功德至此便彻底圆满 戒淫之士每天清晨洗漱完毕 应换上干净的衣服 奋香顶礼三宝 然后面向西方 家福而作 先观想自己头顶上 有梵纹 蓝字 通体发着红光 开始时像一颗红色的宝珠 然后像一轮满月 接着变成三角火 从头到脚燃烧 一直将自己全身烧尽 熊熊的火势 相继烧尽一座城市 一个国家 遍及整个南善部州 即期于神大州 火势逐渐扩展至十方世界 即使有急症的罪业 经此次烦烧 也会逐渐消除 其次观想 范文 阿字 从这个字中 生除了自己 继一切众生 各个都是金刚不坏之身 自己身在西方 极乐世界七宝池内的 千万莲花之中 莲花还未开放 其次观想自己的心 宛如一轮圆月 于圆月中 有一个范文 翁字 其次观想自己 在极乐世界的莲花忽然开放 莲花未圆形 大小有十二优选 以颜符弹金为花镜 白银为花瓣 金刚为花须 真熟家宝为花台 种种庄严 无法描述 其次观想自己的莲花开始 忽然降到 阿弥陀佛 正坐在高大的宝莲花座上 佛座的大宝莲花 有八万四千片花瓣 每片花瓣有八万四千条脉络 每一条脉络有八万四千种颜色 每一种颜色放射出八万四千种光明 阿弥陀佛的身相清净庄严 身体的色者宛如百千万亿 夜摩天颜符弹金色 身高无量有选 眉间的白豪 右旋腕腕转 高如五座须弥山 佛的眼睛有四个大海 那么宽广 清白分明 佛身的各个毛孔 都放射着光明 佛顶的圆光 西凡美有上百亿个大千世界 其次观想一个高大的宝莲花座 在阿弥陀佛的座边 观世音菩萨在上面加幅而坐 身体的色者位自金色 头上是以摩尼堡构成的天冠 手臂上是以无量微妙光明 汇集而成的阴落 手掌上有五百亿种不同的莲花色 每个指尖有八万四千个纹路 每个纹路都会发出种种的光明 步行时 脚下有千斧人像 自然化成五百亿光明台 其余身像都与佛相同 至是顶上的肉鸡 即无间顶下 比不上 其次 观想一个高大的宝莲花座 在阿弥陀佛的六点 大势至菩萨在上面加幅而坐 身量大小与观世音菩萨相同 顶上圆光 每个方向有一把二十五游戏 照彻二百五十游巡的范围 菩萨的天罐中有五百种宝花 普现十方净土一切合适 菩萨常以慈悲保守 皆饮念和众生 其次 观想极乐世界流离地上 以黄金神位标记 划分道路 放眼望去有成全上望座楼阁 每座楼阁都是百宝合成 有的浮动在空中 有的矗立在宝地上 有无数的乐器 发出美妙的乐心 其次 观想极乐世界的宝树 每处宝树 都有七行整齐的排列 树上长满了七宝合成的鲜花和果树 每一处花果都有着奇异珍宝的颜色 琉璃社的枝叶花果中 发出金色的光 玻璃社的枝叶花果中 发出红色的光 玛瑙社的枝叶花果中 发出车区色的光 车区社的枝叶花果中 发出绿珍珠色的光 还有珊瑚 琥珀等一切种宝 各自发出奇异的光明 把宝树映照的贵立庄业 奇妙的珍珠阶层宝瓦 覆盖在树上 其次观下七宝池中的八宫得水 水质由奇妙的珍宝变化而成 这些珍宝质地柔软 都由如意珠王所生 分为十四只 每一只水流都有着七宝的颜色 黄金位渠 渠笛以各种色彩的金刚被地杀 每一瓷水中有六十亿朵七宝莲花 每一朵莲花均为圆形 大小有十二楼 其次观想自身在西方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和祝大菩萨 不禁永悦欢喜 于是趁空而起 前往佛菩萨的住所 头面触地 恭敬顶礼 烧无价名香 善无尽宝花 坐无量天乐 天乐 放无量宝 供养阿弥陀佛和观世音 大势至二位菩萨 其次观想自身供养之后 于佛菩萨前做深切的忏悔 历世普度十方一切众生 其次观想极乐国土中 每一棵宝树下 每一座楼果上 每一座宫殿内 都有一佛二菩萨家福端坐 观想自己化现除无量的身形 同时强望每一位 佛菩萨前 依依如前供养 如前忏悔发愿 其次观想自己 返回原来所在的莲花上 端端正正的家福而坐 一心观想 阿弥陀佛 眉间白毫相光 赞然安住在这样的境界中 若妄想起时 窒息作莲花开想 合想 网念自然窒息 若分别兴起 窒息观想梵文 撒字 即可做到心无分别 若执着兴起窒息观想梵文 既可消除各种执着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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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